Lava 請問一下 你有壓力嗎? 嗨嗨!大家好! 我是Twitch實況主 經過了稍微補個棉 吃個東西 我們繼續回來我們的 微光森林 微小世界生存 好,休息夠了 現在完全變成兩段式睡眠 真是慘 好,休息夠了 上吧 怎麼說出現的? 剛剛 吃飽喝足 睡飽喝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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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好 不然人家一天都變兩段式睡眠 一定要 苦睡本來就很重要 沒事的 緩睡一次 然後下午要再睡一次 好 好 給他缺食物 感覺是一口完真 我們再來要幹嘛 對,我們要中那個 在二樓齁 對,設計感不好 對,包包空了 包包全空 對,所以他 下線還是要把東西都丟 丟 丟 還好 好 唉唷 唉唷 我發現他餓不會餓到 死掉了 就只會餓到剩下一雞血而已 極限就對了 嗯 阿松做一套 所以我們剛剛做蓋幾個箱子 就是比較穩 要放下線 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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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弄個斜坡很好用 贏血腥安安 贏血腥安安 餓...對呀 吃了一下休息了一下 別圓恩 我發現他這樣不能蓋耶 哇,要拆一格 你是要蓋從下面上來的是不是? 對啊 那我蓋上樓就好了 沒有,我只要蓋一個斜坡而已 傻眼 不行 剛掉下來的棒子不見了 這遊戲會出中文喔 我今天在找那個景深修改的檔案的時候 看到了中文包 只是現在可能是剛開八階段 所以中文不完整就沒有釋出 因為我看他中文包的部分 那個檔案大小有點小過頭 其實生存遊戲的東西 看圖案也大概知道是什麼 就是唯一最大的遺憾就是 不曉得任務 達成的方式跟故事的內容 不會啦,善用Google 我在想我們 一樓要多高 一樓 多寬吧 跳起來 跳起來這個高度 感覺他要再往上拉一層對不對 對 不然那個是當平台就好啦 你那個這個 這個部分 樓梯上去是當平台 再轉一個上來 一個回廊 然後再上 然後再一次再上樓 對 就再一個回廊上樓 這樣就好啦 好 嗯 啊 啊 摔了 摔了 有啊 摔了啊 他就位子不好走 我靠 不好意思 這位子 我靠 跳蚤 獅子也敢這麼唱拳 獅子有紅毛 所以是獅子的中毛 這遊戲最多四個人 可以 我在掃上 就會被困出來 找出牌子 在那裡 在這位子 咬 很舒服 躍 是 另一段路 最好 我放大 棍子 對,遊戲包裝本身就只有四個 你就四個角色可以選而已 那我覺得最多四個也好啦 因為這遊戲本身設計就不適合超過四個 而且我好奇耶,翔子 翔子你是問兩個 因為有一些觀眾他會問最多只能四個嗎 然後我就好奇 是有這麼多朋友,要十幾二十個一起玩 是有這麼多朋友 不是啊,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很納悶啊 一個遊戲最多四人玩不是已經很多了嗎 沒有朋友的我們不懂 我應該說沒有朋友的我們不懂 我不知道 十幾二十個 為什麼一個遊戲隨便便都要十幾二十個人玩的想法是什麼 石頭安安 不過兩個是還好啦 因為兩個確實有時候比較蠻少的 可能第三個或自己的兄弟姐妹就超過兩個 欸,你搬去樓上了 不是,是你把他鋪完 你不覺得你在蓋的時候 應該要 往後退一個嗎 可是他沒有辦法 他樓梯沒有支點不能蓋 就你可以 蓋寬 然後再往後鋪一個嗎 對啊 好,那我等一下蓋 這款怎麼樣啊 我這款我覺得挺不錯啊 石頭 能夠蓋家的生存遊戲我都覺得很棒 能夠蓋家的生存遊戲我都覺得很棒 生存遊戲不能蓋家都是糞 秋風樣安 這遊戲有BUG嗎 欸,阿發 阿發 有啊 阿發 來吧阿發 我已經在玩了阿發 就存 倉庫存物品的時候 不能存滿 存滿它會BUG 它會吃掉你東西 林瑩在玩啊 我們在 我們在 魔獸聊天室 一時都這麼暗嗎 不是 因為現在是晚上 我們不然睡個覺好了 白天比較好找東西 最有趣的是 要睡覺可以 可以贏 站著睡 可以站著睡 就會要進來了 來啊,進來了 先記一下存當點吧 就比如說我們一開始那個夾被螞蟻摧毀太近 嗯 欸,後地路不一樣啊 因為它是殭屍生存類型遊戲 而且它是屬於關卡制 是 我要找屍生存 吃 吃 媽媽 你 吃 7x3 5攻1 我是覺得,不要蓋血波下去會好運 這樣有可能 怪會上來是不是 對 這樣他應該就比較不會上 對 哼 搞得到看到前面的路 看不到啊 誒 三個 只能再擠一個人 這是放 木棍 沒錯 看了那個道具說明 應該覺得很適合我們 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們打過蜘蛛嗎 我們被蜘蛛打過了 我打他的小孩過 小孩超可愛的 兩個白白的 超小的 小孩可是肚子 得不買 到得到 k sorts 我不太會 Cor did 在什麼地方 好 我認識一下 中間 太小孩 你 嗯...有一句自動反正 我決定讓飢餓度跟口渴 全部到最低 看來會不會餓死 最後就差一滴血就這樣 那我就省食物省水 希望這一滴就好 不要摔到就好 我把那個 我來運 都該放在樓下 去找吧 是誰進來 秋風翼嗎 你出來就可以看到我們了 因為我們就該在重生點旁邊而已 我發現螞蟻都 一直會想要來 來找我 你身上是不是有他想要的東西啊 沒有啊 15人跑酷地圖變成50 永遠忘不掉那一天的痛苦 不會啊 我覺得跑酷地圖弄成50個人 就還蠻嗨的啊 不覺得很ㄎㄧㄧㄚ 不是遊戲遊戲真的就像紅莎說的 就是 好啦像石頭說的啊 就是你本來就是 恶搞的 內容 那你 再把惡搞一點弄得更高 不是更非難嗎 你看,家裡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天的快樂 不是啊,秋風你要搬的葉子去哪裡啊? 我嗎? 不是,我是 對啊,你要搬的葉子去哪裡 我們家在上面 不然說你搬的葉子 你怎麼拿來丟我啊?我快快被你丟死 我殘血 按G就好了,R是丟啊 他剛剛用那一堆草丟我 我那是一格血 我還在摸索 我一開始不知道,只會丟 我都幹了,一定有一個 不然他什麼東西都用丟的 我還是要拿來 對阿,永遠一格血不會掛阿,就殘血不會死 而且重點是殘血的情況下還可以回體力,超好的 正常來說,飢餓跟口渴一項值如果達到警戒值的話,體力值應該會扣損 不會打到滿血,不會回滿,譬如說飢水值扣到低,那你體力值最多就一半 那你食物值也扣到最低,那你體力值就一半,也只有一二 一般生存遊戲都這樣做,阿哈可能還沒做好 我覺得他的食物值,銀水石都快好快 應該說他的遊戲時間過得很快 因為這種生存類型,一下子時間就是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有,有沒有封帶阿 沒有耶,不用封了 葉子加蘇伊就可以做啦 就是少缺一點蘇伊 旁邊的砍不了,什麼意思 對阿,他其實生存也蠻快的阿 沒有,這個要大家一起砍才會快 才有辦法瞬間弄成一大片蘋果 有沒有很多葉子 有沒有很多葉子 不對,很多草 其實用 小人的世界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搬的東西就是雜草 那,我們 雜草的根莖掉下來的,那個要叫什麼 那是不是叫葉子阿 應該叫纖維吧 不是,你怎麼會把你的封印 哪有,哪有,哪有 還要到… 不! 刀子 用力開兩下就好 更不用回那麼多下 用力開兩下就好 唉唷 我們有香菇圓 漂亮喔 有了有了 我扶起來 漸漸上個家 呼籃安安 要怎麼把武器撐到二階阿 不知道耶 科技吧 我們可能還要再去拿更多的那個 科技 就是那個點數然後去跟ROBA交換 對對對 因為很多地方還沒有探索 很多地方 打破應該是蜘蛛 過不去 對啊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解鎖 我覺得二階也有可能用到蜘蛛師之類的 蜘蛛師 我不是有拿一堆回家了 不是阿就是 可能是打死蜘蛛身上的一些 可能阿 然後因為不然的話科技研發也沒有阿 不然就是拿回來的時候要去研發一下 可是我看我們都研發過啦 現在遊戲開發中階段阿 還沒有最終目標 以後應該會有 照黑曜石團隊 應該是要變回原本的樣子吧 照黑曜石團隊做遊戲的 概念來看 應該是會有最終目標 像我們剛剛去那個研究所阿 我就覺得很像是Foreau 跟Foreau設計 有那種Foreau的科技感 不是應該說 本身會變這麼小就已經不太曉得 到底是我們原本就這麼小 還是我們被變這麼小 因為我們剛剛出生的地方阿 有一個類似像行李盒 然後裡面有小人的放置的位置 然後還有一個奇怪的注射液 所以就搞不懂 我們是被變小放到裡面去 還是我們本來就是被製造出來這麼小的 阿我們的工作就是幫主人打掃家裡 打掃庭院 對阿如果地球上的人都變這麼小的話 真的很省資源 但應該很難存活 不會阿 或什麼 這東西 U Collector 是入水收集器 他是怎麼用阿 你就蓋出來他應該就可以收集 可能要過一天吧 時間性 他蓋了我這樣 這東西有點大 被意外變小 被意外變小 我還要蜘蛛絲喔 等一下我們家他有蜘蛛絲嗎 我們是不是被螞蟻摧毀之後蜘蛛絲沒有撿回來 我們似乎沒有蜘蛛絲了 阿正是 雙血安安 而且你看喔 假如人可以自由變大變小 我們就可以去買一塊牛排 然後把自己變小 就變超大塊牛排 吃到爽 好 建築會被摧毀 不是無敵 我們已經被摧毀過一次了 還是兩次 已經忘記幾次了 缺那個 你蓋那個像拱門那什麼東西 入水收集器 那你不是應該要把 收集的桶子放在他下面嗎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多擁機是怎樣 我在想他應該是這樣交叉之後中間會有水嗎 不然放放看 不然 不在 看一下 不行 好險 他底下不要放放東西 微光森林 縮小人生 親愛的我把孩子變小 其實有很多部啦 真的 那個 人縮小的電影有很多 最知名的 格林童話 不是也是嗎 最知名的格林童話 不是也是嗎 好險 我要去拿那個 那個什麼 三國 就硬硬的 硬硬的那個 松果 松果 好像又分 要 頭部 蓋子還是要那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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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被你刷爆啦 咳 吃個飯休息一下 起來有五百多 三小 金狗威 呵 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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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說 吃飯前才看了一下 兩百多 嗯 然後再起來 睡醒再看一下 噁 五百多 三小 人家在醫院喔 問喔 阿 阿怎麼沒事去醫院 有沒有看阿 五百多的日子跳過了 我就懶著看 我看到訊息太多 我就不想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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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母開刀 我真的覺得 我也要去 開個刀 我的鼻子 完了 割鼻子 不然我快不行了 完蛋啦 怎麼了 怎麼了 我這邊兩隻蜘蛛阿 那你要掰啦 那你要掰啦 我過敏喔 有時候發現我呼吸聲音 居然會吸很大口 就是因為鼻息肉塞住了 我呼吸道 就 可能 可能跟變胖也有關係啦 幹 我這邊也有蜘蛛 算小阿 看護請一天就覺得不孝順 喔 我告訴你 有時候不請看護又不行 有時候 有時候你等一下自己去拿捏喔 假如工作允許的話 我覺得可以 就是 直接去自己 顧 可是如果工作不允許 你不能長期請假 那還是請個看護 畢竟 丟了工作 丟了工作 丟了工作沒有錢 母親的醫藥費誰出 有螞蟻嗎 有阿 在 那個 你想得到的 小世界裡面 該有的生物 都有 然後都變超大隻 可是如果我去看 割鼻息肉 我就 要痛苦一個月 聽說要一個月 我之前有問過一個醫生 他說現在有什麼 新的冷凍治療 很快就好了 不用那麼久 可是我不敢做我怕 我人生我最怕去開刀 這件事情 這輩子沒開過刀 哈 NC重開一集 結果被秒殺 又要重新開一集 其實也不用什麼安慰啊 你就想想看 你就等於是 你看了這張地圖 你不喜歡 你再換一次而已 北射電燒不舒服幾天而已 現在這麼快啊 那我放鬆了一點 因為是真的 已經有影響到我鼓息了 最近 有點嚴重 我自己變佛蒂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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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什麼洞窟啊 超大隻的螞蟻耶 然後前面還有兩個夾公椅 以後之類的 我們家在哪 不知道做 割筆洗肉 可不可以那個 申請 保險啊 對啊 醫療性 我們家 我也忘記了 忘記做路標了 左上那 那兩個任務是什麼 什麼 左上角 左上角 我們的任務 Complete Marker 我不知道它是叫我們設標記還是怎樣 應該是標記吧 標記在 第一個是那個 那個那個 我們 那個什麼 研究所的地方 研究所那個樹那邊 第二個咧 不知道 不知道 只有查一下 那應該是遊戲的 專有名詞 透的是 纏土 纏土沼澤 應該是我們 那時候去打蒼蠅那邊 左上角那邊 我看在地圖上有一堆背包 對 有鯉魚當翻譯 超好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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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用 我們家 我覺得我們家先是個路標吧 不然真的很難找 我們家找不到我們家真的 我迷路了 我記得 我記得 先走回那個雷射的位置 然後 它有一個方向是 往那個 研究所 小的研究站 那裡啊 位置有個 有個什麼 球那裡 左下那裡 是哪顆球 對不對 對啊 那個就是 好棒球棒球 對 你家在棒球上 哪裡有ball 左下角有個 黃色的 有個 黃色的baseball 喔 好 這 眉色路標很麻煩 要按M 有 看到研究所 我們家研究所 可是我們一開始之前不是有射路標嗎 把路標先拆掉 應該是被 螞蟻拆掉 沒有啊 它還在耶 還在嗎 你看地圖那個 加的路標還在 我現在站了點 還是研究站本來就有那個加的圖案 喔 那是研究站 不是加 看錯了 好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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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甜味 好亮喔 超亮 也是 好,有台燈跟碧燈,對對對 我先蓋個牆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碧燈 我真的不喜歡把爐子放在正中間 真的超檔路 你就拆掉換一個 因為一開始沒有光線 所以要放中間比較對 好 你蓋燈之後就可以把它拆掉 他有籃球框 籃球框好用 噢,點亮了 噢,點亮了 哪裡安安 1 2 2 3 1 1 2 1 1 3 有差有差 不是有差,是你拿的那個下來,所以才有差 你是我的火把嗎? 對阿 火把亮 好暗喔 對阿,我想一下 這個碧燈很漂亮,但是沒有任何光 這個還蠻亮的阿 這個 對,所以可能要用那個 我看差那裡比較好 因為不能夠影響到 它可以互動嘛,所以不能夠影響到我們要互動的物件 這樣要去打怪才會掉 有阿,降量多了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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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再來就是他 它連線品質 因為是微軟的 連線品質也超 沒有什麼防火牆連不上問題 而且Pins也很穩 微軟自己加了遊戲 連自己加了系統 品質穩定 很正常 那個爬子上面有好多隻臭蟲喔 聽起來很危險 我不想靠近 1樓的4樓 這個地基啦 那時候我們在蓋的時候 其實它不用蓋地基 這就是 死因 纖維 這就是比較難搞 想要不要去找鬼了 不用 它 那個 跟minecraft有點像 你看我們這2樓都可以只蓋葉子了 樓梯上去 然後可以只蓋葉子 這遊戲現在也不貴阿 這遊戲現在也不貴阿 多少錢阿 我忘記了我看一下 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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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曜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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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黑了 太黑了 神奇帝國 神奇帝國 並沒有開發中就上市的情況阿 神奇帝國 他就有分公測版 他沒有在Steam上 掛開發中 有可能要開發一兩年前 像這遊戲我覺得有可能要開發一兩年 他這個之前不是有 玩一個什麼鯊魚的那個嗎 海洋 然後鯊魚 喔那個也是嗎 他同一家公司 喔 那就一樣 然後也是有去更新 只是快慢問題 嗯 鯊魚後來 有跑到死地上了 欸 純鯊魚的話 欸對耶 死地好像沒有 不過鯊魚那一款我沒什麼興趣 欸 最近不是有一款叫R什麼的 RAFT 這款很不錯喔 就是 不同間公司阿 不同間 因為我是有玩那個 然後他推進 因為我是有玩那個 然後他推進 那一個罰都已經做 做 一年 做兩年了吧 更新速度 都慢到一個極點 開發中的好處就是 每次更新都不用錢 一直免費 DL期 一直更新一直免費 我把他肉搶走 我把他放到壞掉 我們這樣就可以用第二個種蘑菇的了 這螞蟻好打嗎 我好打 一隻好打 一隻可以 可是他會一直來 螞蟻成群結隊 烤肉現在在哪裡 摘掉了 要弄一個新的 去樓上吧 二樓弄 我蓋二樓 那他這遊戲食物來源是哪一些 沙怪跟 種蘑菇 主要是蘑菇 好了 我蓋好了 烤肉醬 去樓 三樓 二樓 我怎麼看是三樓 我怎麼看是三樓 我冷樓梯中 那就 三樓 他烤太久會敲嗎 沒烤不會 欸 欸我射路標了欸 怎麼沒有看到 可能要遠一點才會有 而且我覺得 他的地圖都很有 黑曜石團隊的味道 地圖顯示的方式 有4R的味道 人要比翼胸 人要比翼胸 我們就可以騎在螞蟻上 我們不相信 他最多的 你要是 我看 我看 你不相信 他超過的 我看 是 看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他 哈哈 沒有啊,他拆掉資料,資源沒有百分之百返還 要增加水 生午安安 我不知道這什麼 我翻譯一下 樹翼捕手 喔放樹翼的 不是 收集樹翼 那個 我們樹翼 帶回來 應該是可以放這裡 那個好像是要 插在會採樹翼的地方 是嗎 你看 你按那個 空白鍵製作 它有個管子 插在可以採樹翼的地方 我們家下面這裡就是 我們家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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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都會有樹翼 可是不能放 有些插不進去 我剛剛看的 不知道很踏不進去 它應該有限定吧 限定一些樹枝才有 可是如果把它砍了就沒了 所以應該是那種不能砍的 樹枝 這遊戲未來會有中文版 已經有大陸做漢畫了 但遊戲未來會有中文版 哇 公儀 照額 啊完了 先 喔幹 救我 PLEASE HELP PLEASE HELP 笑死 大家一起死 我覺得先走再回來可能都比較好 救援失敗 好 我去外面弄了一些物資 我來繼續建設 好 我去外面弄了一些物資 等一下洗了 反正也死在家旁邊而已 這遊戲最不通人情的地方就是包包不能夠快速增 要死掉 他才會快速增你 原來是自殺的辦法 對啊之前遇到的是公儀 不是冰儀 好 欸箱子也可以設計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要入標啊 用箱子就可以了 被怪秒開啟 第二次被颱風吹爆擊斃 太可憐了 被怪秒開啟第二次被颱風吹爆擊斃 太可憐了 我來我來我來我一次可以拿八個 我來我來我一次可以拿八個 我來我來我一次可以拿八個 我來我一次可以拿八個 箱子不要堆滿 箱子不要堆滿 不然他 就又有bug 你二樓還要蓋嗎 我丟在二樓 你比較好 對啊你就丟著啊 因為炒太多了 做好螞蟻莊 一次可以拿九個班 我們需要石鷹蜘蛛獅 來做這個露水的 石鷹喔 跟蜘蛛獅 不知道敲哪一種石頭才會噴 石鷹 石鷹我就知道 我沒有看到特別的石頭可以敲 有一種在洞窟的石頭 那應該是什麼 我之前敲過是不是 都忘了拿過 有可能是被螞蟻噴掉的時候 沒撿到 我記得有 之前有 而且他也沒有快速 拾取全部 就是 拾取那個 單一種類 你身上 你身上 你身上有沒有樹液啊 右邊那個差一個樹液 看一下喔 有 這要是 你身上 箱子最小的 一個不要擺喔 不是 就是 不要擺滿 不要擺到全滿 對 就要留一格 對 不要擺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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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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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